我們來做Github上傳 打錯了 還是找得到 這是Github的網站 我居然沒有登出,所以我已經登錄了 我已經登錄了,反正你如果沒有登錄的話,你得要申請一個帳號 如果你已經登錄了就OK,我先登出好了 你可以在這邊按Sign Up申請帳號 申請你要填一堆東西 三藍而已,還蠻簡單的 那或者是你有帳號的就按Sign In 那我這樣登錄之後呢 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 一些屬性 然後在這邊 可以建立新的專案 New repository 就是新的專案 New organization是新的組織 組織我們通常不會用到,因為那個通常要付錢 建立新的專案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創建一個專案名稱 那這個專案名稱,譬如說我如果把 之前的 緊緻遊戲 傳上去 那我就可以 印命名稱 印名名,專案名稱 之後呢,描述一下 然後 也可以中文啦 好,ok 然後呢 我們要 設定說我要不要有 Git ignore的檔案 就是說 你什麼東西是 不要傳上去的 這叫 Git ignore 那 另外是 就是 不是不要傳上去 他這個 Git ignore應該說 不要 不要 透過某種呈現方式去呈現 這個通常我不選 那 這邊 選的是你這一個專案的授權 那因為這是開放原始碼的專案 所以你的專案授權通常會是開放原始碼的 那 你可以選擇其中一個授權 那如果真的都不知道的話 開放原始碼 最強烈的授權 就是 Git ignore Git ignore 這一個 版本 那所以你就 這個版本就是說 你可以複製散佈修改 但是你必須要遵循這一個條款 遵循開放原始碼 開放條款 你一定要開放 不能不開放 不開放你就侵權 OK 這個是 Git ignore的GPL授權 那我們就可以 創建一個 專案 這時候呢 剛剛的那個授權就會放在license這個檔案裡面 那他會已經幫你做好授權宣告 OK 好 那 這個部分 授權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部分看起來就很長了 而且 法律條文 寫起來 看起來很累 那 重點不是這樣 重點是我們 現在已經有了一個 開放原始碼專案 可是我們沒有內容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把內容傳上去 那 你看到我們現在這個branch 在master 這是預設的 就是主要的 主要的版本 那 所謂的Git是一個 Git 是一個版本管理系統 那Github就是 建構在Git上面的一個 一個 讓人家專門放版本的網站 OK OK 好 那 接下來 你就可以 可以 去 下載你這個專案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們要把那個 命令列先打開 在這裡 把這個 Shield打開 OK 那這裡我們先看一下有沒有Git這個 這個指令 那如果有的話就可以直接用 沒有的話就要安裝 那這個代表有 因為 因為 他告訴你Git的用法 就是有 有這個指令 有這個指令之後呢 我們看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網址 這個是他專案的網址 你把它複製一下 或者是你 你點這個 Copy to clipboard 他會複製到剪貼板 這時候呢 我們打Git 等一下 我先看我要放在哪裡 我現在先放在桌面好了 所以我 我放到桌面去 就在桌面這邊 我就直接放在桌面 還是放到CCC 我就放在CCC這邊 資料夾裡面 那我現在就 Git Clone Clone就是 繁殖 也就是說我想複製一份 網路上的 那個專案進來 我就打GitClone 那 把剛剛的網址放上去 GitClone 按Enter之後 你就會看到OK 他已經 下載完了 這時候你LS 你就會看到 你的這個資料夾底下 多了剛剛那個圈叉 多了圈叉 多了圈叉之後呢 我CD圈叉 你會看到 剛剛有一個license檔案 他已經 在裡面 接下來你就可以把你的東西 放在這個資料夾上面 然後 再 上傳 上傳完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這一個 網址下面 就有你上傳的那些檔案 那你會覺得 這樣有點麻煩 那我用抓Bus就好了 可是 這個東西不是 只是用來 做 檔案上傳而已 這個東西叫版本管理 他是用來做 Teamwork合作的時候用 很多人一起寫程式的時候 你們會需要一個 版本管理系統 那很多同學到了三年級的時候呢 會發現 專題 做的時候 五個人 假設四個人寫程式 那這時候怎麼辦 然後 很多人就是掛掉 然後就說 好吧 那組長一個人 把全部的程式扛下來 自己寫 那就變 一人專題 那 如果你不會用這種工具 你的專題只能是一人專題 但如果你會用這種工具 大家可以一起寫 OK 我寫完 我clone下來 然後我 鋪我下來 我就可以改 改完之後 我push回去 然後 你就看到我的東西 你再鋪我下來 你又 你又 看到我上次改的版本 然後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溝通 那另外是 萬一改錯了怎麼辦 我們還可以 倒回去 還可以倒回去 每一個版本 通通都會存 每一次 你修改的任何字 它都會存起來 你可以 隨時要求它 回到上一版 上一版 上一版 任何一個檔案 都可以回到上一版 整個專案 也可以回到 某個上一個時間點 OK 那它是一個 很強大的 版本管理 軟體 那也是現在的 主流版本管理軟體 那像這邊 你可以在這邊 說 add a readme 你就加一個 讀我檔案 這樣子 下次進來的時候 就會 就會 有這個讀我檔案 那因為我現在的 這個readme 我不加什麼字 所以我就 它已經幫我加好了 我就 直接按 Commit 那這裡 Commit的時候 你要 加一點 訊息 然後呢 就這樣子 這樣子 它就多了一個 讀我檔案 你看到這裡 下面就是 你那個專案的說明書 Readme 就是說明書的意思 別人想要用你的專案的時候 他就先讀這個說明書 之後再把你的東西抓下來用 好 現在就讓各位稍微試一下 先去開個帳號 然後 我先再做一個動作好了 好 我們現在就隨便抓一個東西下來 然後我把它 Push上去 然後我抓個什麼東西下來呢 來 我們這邊隨便放啦 就放兩個hello好了 放兩個hello的程式下來 有一個hello.htm 和一個hello.js 對不對 我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放到哪裡 放到我們剛剛桌面的 CCC的 全插底下 這個怪怪的 明明是全插 我放hello 這文不對題 不過 沒關係 暫時只是示範而已 OK 那我這樣子 開始 我再LS一下 你會發現多了兩個檔案 對不對 多了兩個檔案 那我就 現在就是 要用 git add a add就是加檔案 那你可以直接後面指定檔名 但是如果你要加的是所有檔案的話呢 就打-a OK 那他就全部加進去了 什麼反應都沒有 對不對 那沒關係 接下來你要做一個 git commit 然後呢 dash am am a是 補上 m是訊息 訊息 訊息 我要加一個 就說這個版本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我就說 add hello 點心號 OK 因為我剛剛加了兩個檔案 OK 那這樣子呢 我就 commit 這時候還沒有放到 還沒有放到網路上 你看 他資料還沒有上去 那 這時候什麼時候我才會放到網路上呢 來 git git push push git push origin master 那這裡呢 他就說了 喔 這裡好像有點問題 他被拒絕了 我看一下 remote work do not have locally cause another oh 他說我要再puller一次 奇怪我剛剛不是已經 才剛剛抓下來嗎 我看一下我們現在這裡有沒有 還是沒有 所以 我得再push一次 那各位先試著先去開這個專 網站的帳號 然後先做一個剛剛的動作 那我這個修完之後 再告訴各位 接下來的動作 OK 那先試試看 那這件事情 有重要性 是因為 期末作業我們希望你交在這裡 OK 期末作業我們希望你交在這裡 而且 不要讓我 需要去下載 zip 之類的東西 我不下載任何東西 我只在上面看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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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